来哦 来去背双哦 来去 趴趴走 大家好 我是利凤 大家好 我是陈爸 叶文 这个单元是由中广跟剑行笔记共同合作 今天大陆达人是剑行笔记 他派原青子版版主陈爸 大家好 走走走 出门去走走 这个礼拜 大家的好朋友陈爸来帮大家带路了 这个礼拜要分享的路线有挑战性哦 是 台北人的后花园 后花园应该不能太挑战啊 但是 但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 因为它比较长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可以分几次把它完成 我知道了 本来要很见脚啦 你把它切断 低咖就变肉咖 但带小孩子爬就是慢慢走啊 我觉得体验的这个才是重点啊 小孩子要开心 要有乐趣嘛 是 没错 不要到时候变成说爬山好辛苦 他就不来了 不太妙 对 其实我们有预估一些家长 就说他们总是希望能够 孩子跟上速度 或是孩子能够登顶 那么其实就会 让孩子不是很享受那个过程 那很可惜啊 OK 好 那我们今天去这个 台湾人的后花园 对 杨明山 东西 大众走 大众走很长呢 我记得它20 有没有25 23吧 印象中23 23哦 对对 那如果把它分两段 每一段也要12公里 我们家是分两段走啊 但是我认为它可以分到 四到五段走 给你拍拍手 这个分成三段 四段 五段 我觉得也适合所有的朋友 大家就看当天的体能 当天的心情还有当天的天气 来做决定 是 没错 好 陈爸来跟大家做个分享 对 杨明山东西大众走 它其实就是从 杨明山东边走到西边 从风柜嘴开始走 然后一直走到青天宫 那么它以中间 如果说我要硬要分的话 就是走到小油坑 是一个分段点 小油坑 对对对 但如果说我们要去分东段 我们可以从 风柜嘴一直走到小油坑 是东段 然后我们从 大屯山的安部开始 停车场开始走 走到 那个什么 青天宫是西段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分两次走 带小朋友走 其实小朋友会很辛苦啊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分成 东段分成两到三次 西段也分成两到三次 我相信这个过程 会让小朋友去享受这个过程 那么我觉得 阳明山东西大种走 对吸引小孩的一点 就是它的拓印 我知道把纸放上去 然后在那边哗哗哗 对对对对 它就会有个图案跑出来 对阳明山东西大动有十座山头吗 有 对每座山头的山顶 都有一个拓印点 对然后我可以一直拓拓拓拓拓 我就那个 连捡十座山头 连捡十座山头 我有十个这个踏印图 对 所以陈辰当初在 她有这个动力去走这个 阳明山东西大种走的时候 她一直支持她走下去 动力就是她完成每一个拓印 哦那这个十个拼起来 是一个字吗 十个字吗 对十个字 但是我好像有点忘记 它是什么字 好没关系 我们会把银档上传到我们的脸书 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 这十个字是什么 阳明山东西大种走 然后还有两个字是什么 我忘记了 哦 好 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答案 那先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是没错 请大家告诉我们 好 对 那么这个部分 我要怎么去分这个三到四次去走呢 第一个东段我从风贵嘴开始走 然后顶山 我遇到第一个山头是顶山 第二个山头是石梯林 第三个山头是竹高山 然后我就可以到哪里 秦天岡吧 对秦天岡对 对 对对 你在考我 蒂凤姐有走过 不是我有把那个图看了很多遍 哦是 对 对那个 所以在地上 所以竹高山在秦天岡嘛 我刚刚已经告诉你 我还没走完呢 是吗 对 那蒂凤姐要赶快去安排一下 走走看 那个后花园里头没有公子啊 我是小姐啊 要有公子在后院等我啊 没有好继续 然后我们这个秦天岡 然后再往秦星山嘛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 我们就 这就是一个行程 然后我们可以从风贵嘴 一直走到秦天岡 然后我们就下山了 哦 对 第一段 对第一段 第二段是什么 第二段就是我从 冷水坑开始走 然后上了 七星山的东风 然后七星山的祖风 然后下到小屋坑 然后我就完成第二段 好 东一段跟东二段 对 就是分两段 那么我觉得 我们先讲东段好了 东段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有牛 对有牛 因为你有晴天岡 对 我知道有牛 还有大草原 对 对 还有在鼎山那一段 有很漂亮的人造山林 很漂亮 哦 对对对 我很喜欢那一段 走完那上面就是 像我上次有介绍说什么 我之前有介绍过森林步道嘛 森林步道 类似森林步道那种感觉是 它是在从头到尾在林荫下面 很舒服的 我要打个岔 陈伯我们现在都要提供这个照片 做影音档 到时候你要把你刚刚讲的这个画面 都要提供过来 没问题 OK大家都可以看哦 是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 就是大家都会想去的就是 台北市第一高峰 七星山 对 那么接下来就是小游坑的地形 哎呦 火山口 对对火山口 所以我觉得 我们走一段东段重走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形 很多的地貌 还有当地的特色 我觉得带小朋友来是一件 很刺激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认识一下台北盆地的周边山脉嘛 对没错 超赞的 对对对对 所以阳明山东段重走的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在晴天康 小游坑 还有在冷水坑 都有一些补给点 对 对 然后我要买水 我要买吃的 我要买饮料 所以小朋友都有很好的机会休息 还有还有冰淇淋 对 对 爬山的话来个冰淇淋是最赞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东段是这样子 那么西段呢 西段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 是我不用走到晴天宫 我可以走欧型 欧型的 欧型的 对 就是我开 当我开车走到 开到大屯山的安部 有一个停车场 对 我可以永远都可以从 二子坪那边走出来 二子坪 对 二子坪就可以 再走一小段马路 就可以回到 大屯山的安部停车场 了解 爬山大家都喜欢欧型嘛 不用做接驳的问题 因为你的车子 你永远在那里等你 对 所以我觉得西段会比东段 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 是它是可以走到欧型 对于一个爸爸来说 对 因为车子在那边 对 那么西段我觉得 我很喜欢带小朋友走西段 因为 你看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只有两座山头 是没有楼梯的 就是大屯山的南风 和大屯山的西风 哦 又把它记起来哦 都没有楼梯吗 对 都没有楼梯 都是土镜 对 都土镜和攀爬 哇 对 所以就是这一段 就这两座山头 因为走楼梯 大家都会觉得无聊嘛 对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 就这两座山头 是没有 那个什么 没有楼梯 没有楼梯的 没有阶梯的 对 它是有攀爬的 因为走西风上去的时候 它其实有点抖 对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体力也练到了 是没错 还不错呢 就是有挑战性 而且对爸爸很友善嘛 对 O型 对 O型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我要怎么去分 把这个分成两段 对 西段我们要再切两段 对 我们分两段 我们可以从大屯山的 安部停车场开走 对 然后上了大屯山以后 我就可以下山 下到大屯坪 然后接着 我会到一个大屯坪那边 有个岔路 我左转往大屯南峰 就到我们刚才说的土镜 对不对 从这边就开始土镜了 然后我就开始上土镜 上大屯南峰 下大屯南峰 然后再上大屯西峰 下大屯西峰 以后我就可以到面天坪 从面天坪 我就可以遇到一条大 很大的一条路 然后我右转 我就可以走到二子坪 又从二子坪出来 那么如果再分一段说 我要走 怎么走面天坪向天山呢 我可以从二子坪走过来 然后上 走面天山向天山 对 然后走完以后 再一个O型走二子坪回去 所以我觉得 这也可以分两段 但是你会比较喜欢 你刚刚讲的 西段的第一段 有这个大屯南峰 跟大屯西峰 对 因为他没有时接 没有时接 大人走得舒服 小朋友走得开心 因为他要攀爬一下下 对对对 对啊 因为这个陈爸跟陈妈 还有陈辰三口组 陈辰登山 对哦 其实在国内的这个 亲子登山当中 还蛮有名的 我们这个陈辰 长得很可爱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陈辰来了 因为没有看到陈爸的啦 都先看到陈辰 对没有人认识我 而且陈辰没有啦 陈辰走过的一些山头 很多的家庭都会把它纳成参考 就是说这个陈辰可以完成 或许我们家也可以挑战看看 是没错 好这是今天陈爸 对于这个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陈爸的建议路线就是 把东段跟西段 我们再各切两段 对 所以可以分成四段来走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带小朋友在爬山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像 一般比较传统的做法 就是我 这个行程要走 走一天走完 我可以分两天走 我可以分三天走 不是我有想个办法 去哪边可以撤退 然后下次再走另外一段 其实带小朋友走 其实不用太勉强啦 让小朋友享受过程 对啊 让小朋友去在山上寻找 好玩的游戏 例如说我们刚才说什么 山上可以拓制嘛 拓印 十个山头 对 然后时间还够对不对 对啊 对 那么我们再顺便说一下 带小朋友在山上 其实游戏很重要 游戏哦 对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 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对于成人来说 其实就已经是吃力不讨好了 我的朋友是十小时 要冲完 所以你看 这个每一个小时 他要走大概二到三公里 对对对 很辛苦 要上上下下 然后又都是楼梯 那么我们第一个 我们分成几次走完 第二个是我们在中间寻找好玩的游戏 例如说我刚才说有拓制 然后跟小朋友还可以玩什么 跟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以小朋友为主体啊 就说不要顾我们想玩什么 是小朋友想玩什么 像我们很多 我们家的游戏都是小朋友 对对一边走一边走 然后就接字 然后就唱歌嘛 那其实对爸爸来说有点痛苦 因为爸爸歌声有点差 你现在在推卸 我刚才心里有OS想说 好吧那你来一小段 你把它推给成妈 对对对 成妈唱歌就蛮好听的 我们要call out出去吗 是 下次安排一下 可以哦 例如说文字接龙啊 或者说陈陈最喜欢讲故事 哦 对所以她有时候会说 今天我们假这座山 这个山镜 我们下山要走三四小时 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轮流讲故事 其实这件事情是陈陈和陈妈 最擅长的事情 是把陈爸最痛苦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想故事 我都怎么想 都是我有印象的故事 例如说就是一些童话 你是从过去的经验 比如说白雪公主啊 比如美人鱼啊 但是他们就会继续编撰故事 或是以信用 沿途看到什么 就编什么 所以随机应变啦 对以现有的故事 去做改编 很好 所以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 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体验 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直思考说 我要怎么去编故事 我要怎么去想故事 所以帕森其实对小朋友 不见得有这么痛苦 对而且我像我自己 我年纪是不小 但是我的心性还是蛮小孩的 我对于爬山这件事情 我跟我的朋友分享是说 我觉得人跟人在山上 一路走走久了 你会觉得 看起来就很相依为命 很生命共同体 即便不是家人 只是朋友是山友 你都会有这种感觉 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几个小时 你会觉得好像 彼此仅仅相依的感觉 对啊 爬山看人品 是 好陈爸爸 帮我们做个总结 今天介绍的是 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那阳明山东西大众走 我觉得 分次次走完 然后 早点出发 因为早点 因为这段路 很多大部分路线都是晒太阳 比较晒啦 没有什么遮印啦 所以早点出发 第一个比较凉快 对 第二个是说防晒要做好 对 所以才不会一路晒太阳 然后其实晒太阳 爬山就不会那么好玩 就很痛苦 所以我可以带 有时候可以带个阳伞啊 我可以带个遮阳帽啊 那防晒要做好 而且阳小的时候 碰到下雨的时候 还挺好用的 是是是 我们都会带阳伞 是 对对对 所以防晒要做好 要不然回家脱皮 这很痛苦啊 没错 好 更多资讯请上 健行笔记网站 还有中广粉丝专业查询 我是立凤 我是陈爸 下次见啰 我爱你 都是这样 我们都会愿意 给你带 잡人 給你带坐 поп線 跑位 但小小 就要让rea 搞 切 在 说 żej 宝洋 溃 我而且是 我才好